2013台湾国际竞技龙洲锦标赛 9月19号到20号在彰化鹿港不禄溪举行 不禄溪早期是鹿港华龙洲的最佳河道 因为园林大牌河川整治 因此端午节比赛活动就改到了张宾工业区的吉安水道 10年来没有整理树根盘措杂草丛生 经过在地企业和民间团体社区志工的共同整修 现在已经是焕然一行 3 2 1 粉红色的花束 红色的灯笼 五颜六色的LED灯闪闪发光 陪衬着福禄溪的河畔 整个桥头呈现亮晶晶的夜景 由中华民国龙洲协会与在地企业民间团体 共同出钱出力 号召400多位社区志工整顿环境 并且装置灯笼以及安装LED灯 增添福禄溪的魅力 所有的这一次的比赛 包括我们购买龙洲 就是说企业界来捐助龙洲 还有奖金 奖杯 以及布置LED灯等等的这些经费 全部都是民间赞助 重点是希望地方能够顺利的发展 而且也让福禄溪重新回到以前 他美丽的盛景 很高兴就对了 还算高兴是有感恩修 可以让地平在乡亲 大家来林东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福禄溪水域水文平静 符合国际竞技龙洲竞赛的标准 邀请国内外龙洲队好手参赛 台湾有多位选手参加 船的龙洲可能只有一次两艘船 那么一次两艘船比了一次而已 就一个500或者是多 不一定就是一趟而已就结束了 那么国际龙洲比较不一样的 它有分为200公尺 500公尺 还有大龙 还有小龙 所以这次总共参加的队伍数 等于参加的队伍数 多达56个 台湾国际竞技龙洲锦标赛 时封中秋佳节 邀请民众来欣赏福禄溪的美景 为国际竞技龙洲选手加油打气 新韩野台电视 叶喜红 陈云珍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